今天看到了EV6 GT 接下来我们来看可能很多家庭 甚至于大老板们也都在注意了一台车 EV9 Bob哥 应该最快2024年的第一季 对 其实这已经比我们想象中的来得晚一些了 因为我们今年在4月的时候 我们就去看了这款车 首尔车展 对 当时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是 应该今年年底有机会 但是因为可能原厂在整个供应上面的 时程有往后延伸 那现在看起来大概明年第一季的季末 有机会到台湾 但是其实我们已经在路上看过他很多次的身影了 而且这是你们的网友 对不对 拍到那一张 对 其实实际上看跟我们当时在首尔看的 其实就是相同的车嘛 但是来到台湾之后 你还是会觉得很兴奋 因为他会离上市越来越接近 那大家都会去问一个问题 说到底是要买六人座还是要买七人座 那当然六人座因为中间会坐起来更舒服嘛 但是我觉得这台车的询问度超高 为什么 因为这台车其实之前在 他们在桃园做教育训练 那做教育训练的时候 他是在大西 但是这些车在做教育训练 大家夜代在这边开嘛 开完之后他总是要来充电嘛 所以充电就跑到市区来 在进到充电站的时候 好多人询问 很多人想要预定 对 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售价 但是有一些客人是连售价都没有问 就说我要排第一批车 从进入这队照样 一航 美女无睹 稍伟现在已经有双人床 双人床 对啊 而且我觉得这台车好 我们装东西装这么多 这个是很凶的一台车 号称是测速界楼中楼 搜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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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标 纳山纳古道咯 你知道这个突然唤醒了我小时候的鸡 酱菜是不是 鸡长鹿鹿 黄金鹿战队 高速好好玩耶 厉害 电脚王金线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首车数报道 年底Toyota的选举 速力道 我们现在试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总气要选到你也看不到吧 彩下游门 地床低线邀您一起上线